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狐狸 你也来了 少婉这不拘小节的个性 在场的各位都是领教过的 狐狸白纸更是昔日同窗 自然明白 只是笑着回道 我仲外森子周岁里 我这座派外公子能不来吗 你说是吧 滚滚他少婉姑姑 白纸甲一缕了缕胡子 眼神飘了飘 得意的很 少婉十足 莫冤上神来了 来这边坐 你们这都多大岁数了 见面就掐 狐后打着圆场 今日儿祖宗我未来女婿过周岁里 祖宗我开心 不与你计较 怎么滴 都是我们家果果的 是吧 啊 怨 少婉这嘴上还是不肯吃亏了去 这怎么就成你们家女婿了 这才多大的娃娃 胡弟有些不乐意了 凤九见状 都开了东华的手 赶忙上前进言 爷爷 这是我跟少婉姐姐开玩笑说的 以后还得看他们自己 成不了夫妻 就做兄妹呗 反正我们关系都这么好 原来如此 小九啊 以后多带滚滚回青秋 爷爷我要亲自娇娇她 别看歪了 少九九经常来昆文旭啊 来看我 看看果果 记得带着滚滚啊 我可以说她为徒 少婉不甘示弱 好啦好啦 你们都别争了 这人家的爹是东华帝君 这人家还没有开口呢 你们争了有意思吗 无妨 你们先争着 等滚滚稍微大一点 我自会替她选个好师傅 东华笑笑 几百家之长也未不可 是吧 哲言上神 若是她日滚滚喜欢你的福西琴 你可愿点不一二 少婉 要是滚滚想摆弄你的朔叶枪 你可会不吝赐教 这昆文虚仙气磅礴 容器鼎盛 自然是修研术法的好地方 如果我将滚滚送过去 墨渊上神定不会有什么怨言吧 东华这席话 可是把哲言 少婉 墨渊都坑进去了 这场面的话 谁会拒绝 这个自然 哲言硬着头皮说道 说不定心里翻了无数白眼了吧 好啊好啊 正好滚滚送过来 给朵朵作伴一同习屋也不错 少婉这个时候脑子颇为简单了些 惹得一旁的墨渊 捉急得很 但是大家都在总不好说 不行吧 等孩子大些 再说吧 好啦好了 孩子们都还小 都别站着说话 喝点茶 吃点点信 先垫着 东华 要不你和墨渊上神 姑父 哲言 我爹 还有爷爷 去下棋吧 我带姑姑他们去花园做做 说说话 一切准备好了 自命会来通知的 不过四叔 你呢 我就随便走走 不想下棋 太无趣了 他是下不过我 所以不想下 哲言打去道 谁下不过你 我这是不想下 白真撇了眼绝言 我出去逛逛 等惠儿 我自己回来 你们自便啊 走了 老二 走 陪爹下棋去 凤九爹起身 是 好 那诸位 请吧 东华难得如此热情了 还如此客套 阿渊 你去吧 好好杀杀他 那个叶华 拔了那老凤凰的毛都没有关系的啊 赶紧去吧 少晚一开口 哲言就不乐意了 我说 我招你惹你了啦 这就是你不对了 墨渊 你不管管 帝君 请 嫁起去吧 把上次的棋局继续 好 请 东华和墨渊一起走了 留下老十八交的夜华 上神 请 走就走 谁怕谁 表五和珍珍都是我教的 我就不信我还能输给你 哲言白了眼少晚 走了 少晚偷笑道 娘炮 那个 嚼九九 上次那什么 码掉 是吧 还在吗 我们来几局 小十七来不来 师娘想玩 十七自然奉陪 白浅看了半天戏 缓过来 幸好 没有唱到自己身上 在的 那果果和朵朵怎么办 你们去吧 我和你阿娘在呢 好好玩 让你们放松放松 谢谢奶奶 谢谢娘 奶奶 你跟着我阿娘 去帮着 是 天后 于是各有各有的分工 少晚 凤九白浅玩起了马吊 胡后和凤九娘带孩子了 东华一行人在下棋 打发时间 带一切准备就绪 宴会也就开始了 整个泰城宫里热闹极了 泰城宫外也是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不是还有探头探脑的 仰着凑个热闹 可守卫严肃地站在那儿 谁也不敢造次 大约快到中午十分了 自命看着这左右都打电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了 便去了书房 启禀帝君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开启了 好 知道了 你去通知九儿他们 东华落下最后一枚棋子 嘴角一抹笑意 莫冤上神 看来是扫了尊夫人的心了 这不分伯仲的局面 怕是他会失望的吧 不会 他对这些无甚兴趣 走吧 别让他们等太久 嗯 东华起身 转脸看向哲言和夜华 不知二位可结束了 稍等稍等 这个结局嘛 不尽如人意 不过倒不会随了某些人的愿 是吧 天君 改日再战 夜华笑笑 起身 走吧 莫让他们等急了 谷弟白纸和凤九爹也起了身 等回了青秋 咱们再继续 一行人正好出了书房 便碰到了念夏抱着滚滚走了过来 不 君 抱抱 呦 这小白眼儿郎 果然是指认得他父君 哲言嫌弃地笑了笑 看来我这逃离以后可是清静了 他定然不会像他娘亲小时候那般 天天在我逃离混了 那可说不定 是吧 老二 白纸背手 晃了晃身子 笑着说道 东华将滚滚抱在怀里 走 我们去找你娘亲 九九 哟 这小子 没大没小 怎么直接换小九 九九这么没规矩 凤九爹一本正经地说道 无妨 九儿喜欢他这么叫 东华解释道 冲着白衣点点头 可这 不合理法 白衣就着眉头说道 你看看 你又来了 不就是个称呼吗 神仙活个几十万年 谁还在乎这个 白纸拍了拍白衣的肩膀 望宽心 二哥 望宽心 走吧 叶华默不作声 各位请 东华点头示意 说道 一行人 去了前厅 地后 一切准备就绪 帝君他们已经去前厅了 好了好了 我们就来 别吵 少婉很不耐烦地回道 少婉姐姐 你别下着私命 你说的我喊你可好 师娘 只是玩玩吗 不要生气 时期也还您 可好 白钱也跟着陪着笑 说道 那不行 愿赌服输 下次再来 祖宗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了你们 今日祖宗我高兴 我才不生气呢 好了 我要去见我未来女婿去了 走走走 快点 少婉催促道 呵呵 来 姑姑 我们走吧 凤酒扶起白浅 晚着少晚 走去了前厅 太臣公前厅内 白家众人 墨渊一家三口 夜华一家三口 还有东华一家三口悉数到齐了 自命在一旁恭敬地说道 帝君 宴会已经可以开始了 好 你宣照书吧 是 小仙遵命 瞬间四海八荒 共享一生 太臣公众人侧耳倾听 成东华帝君之教 既为东华帝君与青丘女君之子 来滚滚之周岁里 自明东华子府续瑶君 自君续瑶殿 代其成年 既帝君位 自先级官阶定品之职 一时间 润海沸腾 八荒炫闹 所有议论的焦点 都是这未来的帝君 续瑶 伏地百指重复了一遍 好名字 好名字 嗯 是不错 这小民俗是俗了点儿 这证明倒是不同凡响 不错不错 哲言笑着说道 东华 讲不到你取个名字 倒还是可以的吗 少婉看着凤九和东华 笑了笑 阿渊 你看人家取个名字多气派 你再看看我们果果的 莫菲林 还真的是天差地别 男孩子的好娶一些 莫渊小生解释道 那时期的朵朵呢 白叔 多好听啊 少婉嘀咕道 师娘 果果的菲林也好听 不比我们果果的差 白浅在少婉尔盼小生说道 帝君老来的子 您就让他气派一回吗 对吧 咱们不比不比 再说了 在气派将来还不是会成为您老的女婿不是 这也给您能长脸了不是 哈 时期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